干功能五项是哪五项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赵文学 新闻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 我们一般这个临床上说干功五项 其实有两个概念 有时候很多混淆 一般常说是以干五项有这种提法 干功九项这是最低的提法 如果严格讲说干功五项 它指的主要是黄胆 就是我们说胆红素 包括三项 总胆红素 直野胆红素 剑野胆红素 还有骨饼转炎煤 古草转炎煤 这是我看到的最简单的所谓的干功五项 干功五项其实反映的是我们肝脏 目前有没有受损害 受损害的程度 但是我们干功其实不仅仅包括验证 还有它的基本的损害 比如像一个汽车一样 外壳是不是受损害 这就相当于我们一般使用的干功五项 但是发动机是不是很好 干功五项不能表现出来 比如说白蛋白这个问题的 你像很多干阴化 黄胆转炎煤正常的 白蛋白只有30多 所以你光查干功五项的话 就把这些干功正常的 我们应该查干功全套 干功全套它就包括黄胆转炎煤 白蛋白还有胆碱脂煤 而胆碱脂煤是反映肝脏的储备功能 我一般给病人举例子 就是汽车除了外壳好 发动机还有备胎 还有加油箱 这样才正确的把干功的各方面都能顾及到 所以我们说临床上一般不太提干功五项 它和乙干五项是完全两个问题 它是反映的现在干功状态 而乙干五项是反映的现在有没有感染乙干 和感染乙干以后 它现在什么状态 是一个一定好了 抗体出现阳性了 还是现在的大三阳小三阳 所以这两个概念不要混淆